过来啊 视频中把对手一拳爆肝KO的 是用有27胜一负的菲律宾天才拳手 几乎战无不胜的他却在这场比赛 被35岁老拳手教做人 甚至嚣张到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 但这位天才拳手只花了一秒就把他打到倒地不起 最后再被送上当家后直接昏迷休克 时间回到2017年7月8日 举行在菲律宾的一场拳击赛 这是23岁天才拳王帕迦拉的第29场比赛 虽然染了个大金毛像个蛊惑仔一样 但在拳台上的他永远都是低调有礼貌的人 此时他已经拿过6次周期拳王金腰带了 而背后穿了健身教练制服的就是帕迦拉的对手 35岁的考曼尼 虽然战绩只有16胜9负 但他堪称菲律宾拳击界的搞笑之王 不能保证打趴对手 但绝对能保证笑趴观众 在比赛第一回合 双方还算是正常的试探和对攻 考曼尼的前冲贴身非常有效的压住对手 豪迈的步伐和老大的进攻 让帕迦拉只能拼命反手 在丰富经验老拳手面前 拳击天才也不过如此 而进入第二回合 整场比赛氛围就完全变了 考曼尼的喜剧天赋也开始展现 也许是感觉面前这位年轻人的拳一点都不中吧 也可能是觉得自己实力远超对方 考曼尼开始向他的偶像火云鞋身学习 尝试放下双手并不断挑衅对方 用力点我还能受得住 虽然帕迦拉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要求的对手 但他还是按照对方要求往死里打下去 可惜这样的拳并不能压制住对方的喜剧天赋 接下来的考曼尼甚至直接把头顶住对方老科 整个回合简直就是拳击教学课 仿佛就在教面前的年轻人怎么打拳 考曼尼更是展现出自己高超的躲闪技巧 连续几个组合拳都非常漂亮的躲过 如果单纯按照这一回合的表现 我都分不清谁才是那个27胜1负的周济拳王 而第二回合考曼尼的表现也让紧张的现场氛围活跃起来 长到甜头的考曼尼在第三回合不仅加长进攻 把对方压到角落还轮摆拳 并且把对方的火气都激发出来了 如果上一回合是要调节气氛炫技的话 那这一回合就有点火药味了 双手放下对方随便进攻 连续两回的表现也开始惹落帕迦拉 两人一次对空时 帕迦拉故意拿手夹着对方的脖子 做出溜狗的动作 尽管两个人嘴角都含着糖 但眼睛里全是火 而接下来40秒将是考曼尼生涯最高光的表现 来 来 来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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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个没事 继续继续 看我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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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打我 来到第四回合 考曼尼似乎完全忘记这是一场职业拳击赛 也完全没有把对方当回事 极度夸张的肢体动作都说明他根本看不起面前的对手 首先在长暴时对着台下观众招手打招呼 然后就双手放下直接把头伸到对方面前 甚至连最拳的步伐都长见淋漓尽致 更加神奇的是即使做了这么多浮夸动作 考曼尼都还是保持了一样的进攻 可惜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 在回合还剩40秒的时候 考曼尼大胆到把眼神从对方身上挪开 而从这一刻开始他专注力也没有了 忍了一整场的帕加尼终于抓住机会 突然追身重拳直接爆肝入骨 而肖章的一整场的考曼尼也瞬间倒下 而这也是全场观众笑得最大声的一次 即使考曼尼在地上非常痛苦 但依然挡不住现场观众的笑声 而这一记爆肝伤害随着时间却越来越严重 被台上当架的他 甚至直接闭上眼睛昏迷不醒 这次剧录格斗 格斗更深点让优雅 拜